做的是在外面,也有可能有些模擬器是在外面 就本身就會有一個SD,那你就不需要在Mounts裡面找 打開來之後,如果沒有的話你就在Mounts裡面找 會有一個SD卡,SD卡打開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有沒有,手勢資料庫就在這裡 Getures這個手勢資料庫就在這裡 那我這個資料庫怎麼把它抓出來呢? 我們暫時先放在桌面上好了 暫時先放桌面 那怎麼放桌面呢? 第一個,各位找到之後,抓回來的方式非常簡單 各位看一下上方,有一個這個按鈕 有沒有看到,這個就是怎麼樣呢? 把它從手機抓出來,這個是什麼? 把資料抓到手機裡面,有兩個按鈕 這邊是刪除,新增等等的 反正,當然以往有些書就是教大家用下指令的 因為Linux裡面也可以下指令 就是Test Mode,下一些指令 不過既然有圖形化,我們就用圖形化 把它抓回來的方式,點它一下 按一個這個,Pull a file from device 這邊把它點下去 放在哪裡呢? 暫時先放在桌面上好了 桌面上,儲存 OK,那我們手勢資料庫呢? 這個時候就會在桌面上看到 暫時先放在這裡 那將來的話呢,我們要放在哪裡呢? 我想各位先把這個資料庫 手勢資料庫,先畫完畢之後的話 再把它放在桌面上 那等一下我們要用它來建立我們的這個範例 OK吧?畫面先畫一圖一下 好,你們就先畫那個四個範例 書上有四個,你就先大概畫 然後名稱的話就取跟那個四字二十五頁下面這個一樣 那你畫完畢之後的話 就會在你SD卡裡面呢 會有一個這個手勢資料庫了